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 Google的部落格新增的五种动态检视 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功能 各位可以发现呢 当你的部落格加上去后面的参数以后呢 你可以发现 第一种模式FlickCut 它可以帮你把所有的文章依序排下来 甚至呢这篇文章有一篇的回复 或者呢只要有图片 它就会帮你把图片自动秀出来 这是最新的文章 或者呢你要以时间做排序 你们发现呢 也是2011年的4月份有几篇文章 2011年的3月份有几篇文章 再来呢以Label 就是以你的标签来做相关的排序 甚至可以往下拉 或者呢以作者 当然作者只有一个人 所以都是杰克老师 这是第一种的动态检视 接着这边有一个下拉选单 你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一个马赛克 马赛克里面呢你会发现有大有小 这是自动编排的 让你的版面呢非常的有一个变化性 例如说第一篇 只要有照片 它自动会将你把 帮你把照片呢 秀在第一 第一张照片秀在第一页 你就可以往下看 再来呢往下拉 你还可以继续的看第二篇 再继续往下拉 是不是 又可以继续看第三篇 随便你要看哪一篇 它会让你的版面呢非常的有变化 接着呢我们来看第三种 Scibar 好Scibar里面呢你只要点任何文章 它会秀在哪边 你的左手边呢是你的清单的选项 右手边呢是你的内文 你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你相关的一个文章 更容易的显示 或者呢 Snackshop Snackshop呢它会帮你把 有图片的 全部秀出来 所以呢往下看 底下是不是发现 全部都是有图片的 那总共有几篇留言呢 一样会秀出来 例如这一篇 心理测验吃水果看个性 好回去所有的文章 再来呢最后一种 timeslide timeslide呢你可以往下看 它这是依照时间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排序 在你的右手边呢 它会依序的帮你把文章 秀出它的一个 大概出来 这就是Google新发布的 五种新的动态检视模式